白鹿王赫帝以爱卫营撰音制片人无法播出 二部戏出示备受打击 近期,陆剧明星白鹿和王赫帝主演的现代剧以爱卫营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部剧在拍摄期间就备受瞩目 但最近传出该剧制作人涉嫌贪污近千万人民币的消息 使得以爱卫营陷入了困境 该剧是否能在网络上播出 将取决于该制作人的二审判决结果 这一消息让白鹿的粉丝感到不公平 因为他还与张灵鹤合作的古装剧《宁安如梦》也被撤荡 不知何时能够播出 眼前的未知局面对白鹿的演艺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以爱卫营试改编字人气小说《错撩》的一部电视剧 讲述了财经记者郑舒逸白鹿饰演和霸道总裁实验王赫帝饰演之间纠缠错综的爱情故事 该剧的选角正好碰上了王赫帝凭借苍蓝绝的人气爆发 他与白鹿的搭档令粉丝们十分激动 使得这部剧在未拍摄之前就引起了轰动 然而 近期传出该剧制作人涉嫌贪污近千万人民币的消息 给以爱卫营蒙上了阴影 法院经过一审判决认定该制作人的贪污事实 这也导致了以爱卫营受到了牵连 播出时间将取决于该制作人的二审判决结果 并且该剧也被取消了在电视台播出的资格 剧组工作人员也发声称 该制作人还拖欠大量剧组工资 以爱卫营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作品 但在制片人贪污的影响下 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据圈内人士透露 该剧于今年三月杀青 并已完成后期制作工作 之后 该剧已经开始向各平台贩售 并计划在暑期档播出 然而 由于制片人的问题 原本的计划已经被打乱 如果该名制片人二审判决不利 以爱卫营可能会面临着重拍货重制的命运 甚至有可能永远无法面世 这个消息让许多网友感到惋惜 并对演员王赫蒂和白露表示较躯 特别是对于白露来说 此事更是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白露与张灵鹤主演的古装剧《宁安如梦》备受瞩目 预约人数突破了600万 当时 该剧已经定当 但却临时被撤当 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有网友推测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南三州郡伟的问题 然而 此后白露又遇到了 以爱卫营制片人贪污的事件 让他的事业再次受到重创 这两部剧的困境不仅仅是对演员们的打击 更牵动着广大观众们的心 他们对这些作品充满期待 却无法得到完整的呈现 对于白露的粉丝来说 这一系列事件令人心痛 他们也为他感到不公平 因为他作为演员 付出了大量努力和心血 但因别人的错误行为而受到了打击 不仅以爱卫营面临未知的命运 连同其他作品《明安如梦》 也未能如期播出 这不仅影响了白露的演艺事业 也让他的粉丝们感到无奈和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